好大膽 陳仲熙提爆Dreamgirls 是髒鬼 哈囉大家好 我是陳仲熙 那我是Dreamgirls的師弟 我剛剛拍完喜歡一個人 然後我在裡面擔任的是 唯一一個反派的角色 也就是劉以豪的哥哥 我覺得先講最近合作到的 就是雪芙嘛 我覺得雪芙非常的私底下 蠻像男生的 就是跟我蠻像哥們那樣的相處 然後也很替我們著想 李玉芬其實 你比較看他就是好像很漂亮 但是其實他私底下講話也是 就是蠻溫柔的 然後也是跟人家嘻嘻哈哈 完全沒有距離感 米芹 比較特別是因為他是韓國人嘛 因為我就是很好奇的那種 你知道我一直問韓國的事情 他就是有問必答 很熱情 三個人之中誰最美 李玉芬 誰最醜 誰最醜 誰最小氣 誰最小氣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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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誰最瞎 瞎 下一題 誰最髒 誰最髒 三個都不愛乾淨 哈哈哈 那誰的男友最多 誰的男友最多 誰的男友最多 應該算幾個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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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應該是 是 郭雪芙 對 最貪吃 貪吃 郭雪芙 欸 應該是 那誰講話最大聲 講話最大聲啊 郭雪芙 後面有人Key喔 那你覺得誰最花痴 花痴 對 我最花痴 欸 好啦 結束了 結束了 對不起 我錯了 啊